不过另一方面母亲节指挥中心为大家送上了这份礼物 国内连续28天没有新增本土个案 过了两个潜伏期代表我们的社区安全 现在已经成功打标了 外界关心是否可以比较过去登革热 宣布解除本土的疫情呢 陈时中表示目前国外的状况还是相当严峻 所以不会解除本土流行警示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520 那么陈时中也说 这几天看状况如果更稳定一些 那么就会建议总统就职典礼人数可以再访款 母亲节 那我们大概借这个248个本土龄 那献给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阿中部长带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国内本土病例已经连续28天加龄 两个潜伏期过去代表社区安全成功达标 对比境外疫情严峻全球确诊数已经突破410万人 而台湾则是维持在440例 其中366名感染者都已经康复顺利出院解隔离 康复率高达83% 防疫成果世界有目共睹 不少人也关心是否会比照过去登革热宣布解除本土疫情 像登革热的时候 它大概是不是一个全世界都在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所以在一个境外的情况仍然严峻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要严守 这一些观察的指标 那如果更安全的话 我们当然会做一些思考 对外持续严守边境 对内乐活防疫 口罩请洗手跟社交距离 最基本的防线一个都不能少 要是接下来疫情能更稳定 外来的活动像是即将到来的520 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也可以稍微放宽 指挥中心也会持续检视 民众是否有落实个人防线 当作平锅放宽的指标 毕竟要维持加龄战果 还得靠全民齐心努力 就会成心顺 Tiple走